大家好,我是寻贺 本次的中级车横平的赛道部分是不给大家测试的 在里边可能每个车的特点大家没有看得过瘾 也是因为篇幅的限制吧 可能我们没有展现太多 那这次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 我们专门把每个车的赛道表现部分来单拎出来 做一期节目 给大家仔细的解读一下 那么我们从第一辆车走起 本次中级车横平赛道测试部分 我们选用公平的统一测试方式 每辆车一个暖胎圈后 只跑两个计时圈去最好成绩 除了对动力、传动、底盘、刹车、散热 有综合考量以外 驾驶反馈足够丰富清晰的车 才能够帮助驾驶者跑得更快 在短短的两圈测试中 六款车型分别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性格 我们本次测试时 还没有拿到新款ES 所以上场的是老款车型 作为一款舒适取向前驱车 跑赛道真是难为它了 缠入动力在将近400米的走线上 只跑出135.29公里的尾速 偏向舒适的刹车 让人第一脚踩下去就心里没底 但是刹车系统还是很惊喜的 提供了0.96g的峰值刹车力 刹入弯道的ES 同时体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取向 一方面悬架足够平衡 让ES可以产生超过1G的弯道加速度 下坡弯速度100公里每小时 干得漂亮 另一方面 电子稳定程序根本关不掉 温中怎么踩油门 ES都只能匀速前进 直到方向回正为止 回头弯48.7公里并不算快 它已经近离了 后场直线 用折磨人的轻微上坡 烤电车辆动力 雷克萨斯ES在这里 从80加速到130公里每小时 要用9.65秒 简直不能再佛系 直角弯心速度76公里每小时还算不错 但此时刹车和轮胎已经开始热衰减 自动力衰减10% 最后高速弯弯心速度90公里每小时 对于ES已经足够快了 带着逐渐发软的刹车探本 ES坚持跑完了第二个计时圈 更加合拍的节奏 让第二圈前半程比之前快出0.5秒 但过度衰减的轮胎和刹车 在最后一公里赛道上 把领先的优势完全抹平 最终落后第一圈0.1秒 从过终演 最好成绩1分31秒12 接下来上场的奔驰C 一上手就感觉让我有点怀念老款的2.0T那一代 新车似乎加大了普通车和AMG之间的两级分化 后者深入性能 前者最终豪华和舒适 在飞行圈一开始 主直线139.6公里的尾速就证明 它跟性能车没什么关系 刹车进入一号弯 安全第一的刹车系统赋予它1.12G的刹车峰值 但是刹车性能带来的惊喜 在驶入一号弯就变得荡胆无存 全炸行程太长 简面器总体太低 摆地缓胸太软 带来的综合结果 让它成为全程运动性最差的底盘 过度左右摇晃的重心仿佛置身小型SUV 走线变得飘忽 门中四轮的重量分配一塌糊涂 下坡弯速度103 只比ES快了3公里而已 来到低速弯角 如果你可以催动 C级可以做出类似飘移的动作 但这只是靠超软悬架破坏车身平衡 让后轮失去了抓地力 反正1.5T发动机也无力保持飘移动作 如果按照正常走线 C级的回头弯弯心能有50公里每小时 不算太慢 但动力已经到极限了 接下来的高速玩 车身和悬架在无法应对的路肩上肆意晃动 循迹全靠原算 后场直线 80-130加速数据8.6秒 比雷克萨斯ES强点 但依旧算不上优秀 直角弯车速71公里每小时 甚至比ES还要慢4公里 弯道的9号10号连续S弯 对于赛车平衡是一个绝佳的考验点 C级的车轮几乎是被路肩弹离车身 附着力四有四无 虽然加速还在继续 但循迹失准和浮空感让人有些心虚 最后的高速玩 悬架形成用劲 轮胎不堪重负 弯心速度89公里 比ES慢一公里每小时 葬送掉了整个圈组 好在奔驰C有足够的耐力和散热能力 让你再来一次 至少两个计时圈还是可以坚持的 最终一分27秒77的时间 在第二圈做出 就好像穿着睡衣脱鞋 跑完短跑的运动员 全程懈怠 到最后也不怎么觉得累 对汽油车的操控渴望 让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凯德拉克尔CT5上 它寄于终极运动之王的宝座很久了 从组织线加速的CT5出场 就夺夺逼亡 148.07公里每小时的北速 令人精神振奋 1.11G的刹车峰值足够多秀 但更让人有信心的是 整个刹车过程 脚感和车身响应坚实有力 配置得当的悬架 让刹车到入弯的衔接干净利落 适度而又不过分的重量转移 让前轮牢牢抓住地面 为车身提供了1.47G的横向峰值 但在车弯阶段 CT5过远的后悬架 把过多的重心转移到了后轮上 下坡弯102公里每小时 并扮有小小的推头现象 回头弯和CT一样 只有50公里每小时 没有限滑差速器的后桥 让左后轮开始轰转 后厂上坡直线 CT5做出6.9秒的80到130加速 动力表现优秀 虽然尾速不慢 但刹车踏板坚实的反馈 让人放心大胆地延后刹车点 重刹 直脚弯79公里每小时干得漂亮 在考验悬架的S弯 CT5能明显感觉出 更加借助前轮在过弯 循迹保持和弹跳意志 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最后高速弯 从94公里每小时开始攀升 干净利落 此时的CT5 刹车悬架传动 都开始有过热现象 但几乎没有影响到驾驶特性 在熟悉整体节奏后 第二个计时圈 CT5跑出了1分24秒26 就像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 和刘家贝还在咬牙坚持 说来呀 我能行 奥迪SL是现场让人大跌眼镜的前驱车 它一改传统印象中 雍容华贵的豪华家用 俨然变成了一个运动小当家 从以上赛道开始 欢快的加速表现就让人特别开心 主直线尾速147.94公里不算慢 故隆门重刹车 1.14G的减速峰值 代表着优秀的刹车力分配和悬架设定 弯中持续超过1G的横向加速度 不只是过弯凌厉 也成为目前四辆车中操控手感最好的车 下波弯速度106 峰值横向加速度1.41G 足够机身运动轿车水准 接下来回头弯 52公里每小时弯心速度不算差 但前驱车固有的推头现象 略微浪费了出关时间 高速温还算干净利落 驶过路径的悬架没有任何多余动作 为A4L找个面子 后场上波直线 从80加速到130公里用了7秒找 动力向不上澎湃 但持续的扭矩 加上绵密的持比和积极的换挡 190马力的A4L加速 持比237马力的CT5慢了0.1秒 直角弯车速78公里并没有到极限 接下来的S5R干净利落 没有循迹失准和车身多余晃动 实际上A4L是场上到目前为止 弯道用时最少的车 最后高速弯 从141减速到94 刹车态板已经变软 刹车里衰减12% 连RS都逃不开的热衰减 是奥迪永远的痛 最后弯脚92公里每小时 轮胎有些不堪重负 线路用满 加速到147 重现 1分24秒97 和CT5的差距只有0.01秒 目前取居第二 接下来是特斯拉Model 3出场 车辆在直线加速中 就表现出领先优势的电瓶车 让众多汽油车捏了一把汗 主直线158.09 比CT5快速10公里每小时 重刹进入一号弯 刹车系统和动能回收加在一起 得加出1.22G的峰值减速力道 对于特斯拉的自重来说太可怕了 引以为豪的双差臂悬架 加上低重心车身 在弯中持续输出1.22G的横向加速度 更重要的是Model 3悬架 是目前全场最运动最精准的 只有把车逼到极限以后 1.8吨的自重才显现出了 下波弯101公里每小时 非常的快了 加上强大的出弯加速 简直盛盛在里 回头弯 轮胎抓地力瓶就显现出来 54公里带着轻微滑动进入弯心 光不掉的稳定系统 把车速杀到52才算罢休 整体平衡性堪称优秀 如果换了更好的轮胎和可关闭的稳定程序 那Model 3简直就是一辆载程 高速弯手感接近完美 路坚丝毫没有影响悬架平衡 但稳定系统还是神经过敏地介入了影响 后场上波直线 Model 3在略微迟疑以后 还是以5.25秒的极大优势 完成了80到130公里每小时加速 直角弯79公里每小时已经是轮胎极限 但目前为止 它和SL是弯道用时最短的两款车 S1颠簸的路面 特斯拉为人诟病的超运拳架在这里表现完美 丝般顺利 可惜稳定程序还是在这里神经过敏地限制了加速 最后高速弯95公里每小时的弯心速度 毫不拖泥带水 更可怕的是在如此重负之下 刹车系统居然能够连续抵抗两个气势圈的折磨 最快宣速在第二圈诞生 1分21秒11 凯旋而归 最后上场的是宝马三系了 曾经的运动标杆现已成为更大更软更豪华的化身 能否保住巴伐利亚机械厂的颜面就看这里了 主直线144.77尾速 好过C级但不如CT5也算预料之中 重刹进入1号弯 貌似阻尼过低的悬架过多把重心放在前楼上 刹车力只有0.98级 弯道中1.02级也不算高 还好整体悬架平衡感依旧是宝马50比50的传品 下波弯速度103.8带有一丝丝推投出血 依旧是悬架太软破坏了重心 回头弯弯心53公里每小时还算不错 但初弯踩下油门期盼的动力要慢个一拍才逐渐出来 破坏了平衡感也影响了不少时间 高速弯悬架平衡还算可以 就是太软了 而且相比总觉得动力有些不够 后场直线80到130加速7.55秒 比C级快 但响应速度还没有C级好 如果两转结合一下 没准是一辆好车 直较弯弯速77 前悬架有些硬接不暇了 S1颠补过程中 感受到三续底爬不应有的踪扎 为了舒适性过度转离阻力加长行程 简直牺牲了太多 最后高速弯94公里和CD5不相上下 两者综合赛道重绩其实也差别不大 最终三系因为动力系统拖累 落后CD5半秒多 圈速1分25秒05 六辆车中排名第四 好的六辆车赛道部分已经解读完了 希望大家对于他们的赛道表现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知道可能未必真的有人 会拿一辆中行车去跑赛道 但是如果你对你的车的运动性 有更多的诉求的话呢 那么去选择谁 相信你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这么一个理解 或者更加清晰的这么一个选择 那么这次我们中心车的横评 正片分了上下两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老司机APP 去搜索一下非常精彩的两期节目 那么下一次我们做什么样的横评 或者做什么样的选题 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